早上好 我们看见我们又开始下雨了 我们知道在这一整周吧 基本上礼拜一到礼拜几 我们在北部有很多的雨还是雪 我们去北部的另外一个教会 然后在那个地方也是遇到很大的雨 那么我相信这一整个的过去的一周呢 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忙碌的一周 对我自己个人也是如此 那么这个礼拜日呢 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 那么在这过去的整个月中呢 我们是在持续的在讲一个主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讲的就是 亲爱的主请加增我们的信心 那么在持续前我们来祷告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your precious blood shed on the cross your son's blood 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你自己的儿子 耶稣基督 写了他的血在十字架上 Because he did that we have faith 因为他这样做我们能够相信 because he did pay the penalty for our sins we have faith that one day we will walk with you in heaven 因为他 他负那个代价 我们相信我们有一天可以在天堂跟着你走 Lord we pray that you will speak to our hearts today through your word 天父中呢 小你想联须 你会增加我们的信心。 亲爱的主,请加重我们的心情。 在耶稣的名字我们祈祷。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节目的节目。 我们都在来讨论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两个教育,我想三个教育现在都在讨论这个节目。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方法的说法,但我们都在谈论的信心。 那么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一整个月中间,我们虽然用了各种不同的办法,但我们都在讨论的是信心。 那么今天我想要确认的就是你自己知道你怎么样来增加你自己的信心。 The Bible gives us four ways that we can increase our faith. 那么在圣经呢,给了我们在四个上面有教导怎么样来增加我们的信心。 那么实际上第一个点就是我们的信心会有很多的信心。 因因祷告而被加增。 我们已经在过去中间读过这个经节,但是我们今天再重复一下路加福音的十七章的五节, 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那么就像这些使徒一样,我们也要同样的来做这样的祷告。 那么实际上有的人就说,我有时候会说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并没有祷告。 但其实你在跟主说的时候,你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在天上听我们的祷告。 那么实际上,你什么时候呢,是为了增加你自己的信心而做了这样的祷告呢? 是有时你做这样的祷告吗? 或者你从来都没有这样的祈求过? 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的答案是什么,但我可以给你们我的答案, 就是每一次开始讲道之前,我都会向主去祈求求主来增加我的信心。 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应该把这样的一个祷告呢,作为我们每天的功课, 我们每天都来向主来祷求主,来加增我们的信心。 那么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比我们更期待我们自己的信心得以增长。 就是即便他没有回答,我们都知道他的答案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个月呢,我们就也被教导来求主帮助我们自己的不信。 那么不信呢,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信心的反面的一面。 那么我们都知道在马可福音9章24节,孩子的父亲历史喊着说,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你记住这个故事,他有一个父亲的父亲,他被鬼所占据的他身体。 他就像抽风一样的,不停地试图伤害自己的身体。 但是呢,当这些使徒接近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为这个孩子做不了什么。 那么这些使徒们,他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就向主来求教,就说为什么。 而我们知道后面我们会给你们答案,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帮助了这个孩子。 那么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向主来祷告,来增添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的力量是由祷告而来的,我们自己必须。 那么第二点就是,当我们了解了信心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被加增。 那么可能有许多人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我可能事先要得到很大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就像超人一样,当我有了这样的超人的力量和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才能去解决我要面对的问题,但事实并不如此。 那么实际上我们的信心呢,就是每天都会有一点点的增加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面对,就会去解决一些巨大的一个麻烦。 在 John chapter 17, verse number 6, the Bible says, and the Lord said, if ye had faith as a grain of mustard seed, a mustard seed is, that seed is very, very small, so he's talking about a little bit of faith. If ye had faith in the size of a mustard seed, ye might ask unto this sycamore tree, a big tree, sycamore tree, be thou plucked up by the root, and be thou planted in the sea, and it would obey. The truth is, the first thing that the Lord taught his disciples, when they couldn't cast out that demon, he taught them concerning their faith, that sometimes faith needs to be increased. 那么实际上对于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案例呢,就是主耶稣面对他的门徒告诉他们的事情, 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要试图加添你们的信心才行。 我们应该明白的是,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很厉害的信心去完成一个事情。 即便是一个很小的量的这样一种信心,真实的信心,也可以把大山挪择。 如果你碰到的问题,就像挪山一样这么困苦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记住,你的信心会帮助你挪异这个大山。 It doesn't take a mountain of faith to move a mountain, it takes a little bit, like a little mustard seed size, to move a mountain. 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像大山一样的这样一个信心来移除这样的大山。 我们其实只需要一个像芥菜种这样一个小的信心就可以。 This tremendous truth should encourage our hearts, because we all face problems, we all have need, we all have things that seem to overcome our strength, but it doesn't overcome what God can do if we have faith. 实际上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事实就会来鼓励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各种这样的困难, 而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会让我们跨过这样的困难。 You don't need a lifetime to acquire a vast amount of faith to do great things for God. Some people think you've got to go to a seminary and learn all about the theology and all those things. It doesn't take a theology degree to have faith, to have great faith. 那么实际上很多人就想着我一定要去神学院去学到各种的理论之后呢, 我才能拥有这样的信心。 其实拥有信心并必须要走那样的步骤。 The smallest increase in your faith can, and often does, do great things. 那么每一个细小的这样一个增加呢, 就能够让我们来增加我们的信心并且改变很多的事情。 And when you exercise that small faith, and you see what God does, it can alter your thinking and alter the way you glorify God. 那么你可以试着有一点小的信心之后, 然后你看一下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功,然后去思考这样的一个事情。 The meaning of faith is not something we just read in a book, and it tells you what faith means. It's actually an action. 那么我们说信仰的本质呢,或者它的意义呢, 是通过行动来理解的,而并不是说比如说字典上的某一些的定义。 If we ask for faith, God wants to give it to us, and when he gives it to us, what kind of results will happen? Ones that glorify him and amaze us. 那么如果我们去请求这样的一种信心增长的话, 我们是去会看见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结果的发生。 Live like you have faith, a little more faith, and see what God will do. 今天呢,就来按照你自己要有的信心的方式去生活, 然后我们来看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 Don't sit around and waiting on God to zap you with a big light from heaven. That's not what faith is. Faith begins in your heart, and it grows, and it gets great things done. 我们不要期待我们坐在那儿, 然后看着从天堂一束光就照在我们身上, 然后好像信心就这样子加添在我们的身上,并不是的。 我们的信心就是一点点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逐步成长起来。 Do what you know to do, what God says to do, and let him take care of what happens. Faith is defined by its actions. The lack of faith is evidence that there is an absence of faith. 那么信心的缺乏呢,会在行动的缺失中间也被表现出来。 If we have faith, there will be an action to it. We will do something. 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就一定会做一些事情, 并且在这个事件中间把我们的信心展现。 The presence of faith is proven by the acts of faith. 那么信心的显现也是在行动中被证明。 Do you have even a small little bit amount of faith? 那么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一个很小的信心在你的心里? Then see what God can do through you by exercising that thing.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在我们的信中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And pray for God to increase your faith also. 那么让我们来祷告上帝来加添我们的信心。 Faith is not something that happens to you. 那么信心并不是会忽然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Faith is something you exercise, something you use. 那么信心是你要不停地经过训练才能获得。 You have to make a definite choice that you're going to trust God. You're going to believe God. You're going to put your faith in God. 那么你必须要事先做一个选择,就是你要选择相信上帝,你要依靠他。 Commit to obey him regardless of what the circumstances look like. 我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学会去顺服神。 Doing what you know he wants you to do. And even without figuring out how he's going to do it. God doesn't tell you a hit of time. Just when he knows he wants you to do it, just do it. And let God work out the circumstances. 实际上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但是让我们按照神所教导我们的方式,去按照信心的方式去行。 然后我们就看见神去处理其他的方向。 I'm not talking about God, talking God into blessing our ideas. I'm talking about God blessing what he lays on our heart to do. If we want to have Lord, I want to win a million dollars. So I'm going to buy this ticket tomorrow at the store. And Lord, I'm going to pray, and then you're going to bless it, and I'm going to get the jackpot. 就好比,我在这里面并不是在讲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信心上帝就会保守我们这样的一种行为。 我在讲的时候,因为上帝教导我们信心,然后他就会保守我们按照他所期望的这种方式去行事。 我并不是在讲,明天我们到一个商店里去买了一柱六合彩,然后就告诉上帝来保守我这个六合彩的奖票,上帝就会让我中一个大奖。 并不是这样子。 I know people that do that. Every time they buy one, they pray a little prayer.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praying. God may hear the prayer, but that's not the way God works. God wants to show you, don't trust the government or whoever runs those things to give you a lot of money. Ask God to do it, if that's what you need. Or if you have physical problems, don't go and say, well, you know, pray to the doctor. No, pray to God that God will use the doctor.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看见很多的事例,比如说有人买了奖票以后,买奖票之前,他就会去祷告中奖。 不是说这样的导求有什么问题,只是我们说我们所依赖的对象或导求的对象会发生问题。 比如说我们不应该去像这个发行彩票的这样的一种机构去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奖金。 就像我们生病了以后,我们并不能向医生去导求,求他来治好我们的这种的病痛。 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导求的对象转向神,求神来处理我们的麻烦。 如果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的话,就能改变我们的生命。 那么让这样的一种有力量的一种信心来让你成为有力量的人。 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的信心会因聆听神的话语而被加造。 那么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 那么在每一个教堂的教会呢,我们都会说去阅读圣经吧,每一天都去读圣经。 那么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去读圣经是我们必须并且必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当然我们在这里面是说我们强调去来读这个圣经,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把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去拉开,而是说强调我们要去听神的道。 为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我们刚才说我们说听道的这个事情如此重要呢? 是因为有一项科学的研究发现呢,当我们在听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比以传统的阅读这一个文字的方式的时候,可能更具有创造意义的一个场景或图像出现。 他说这样的一种实际的情况会发生呢,是因为当我们去听这样的一种 一种话语的或者说听道的时候呢,它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给了我们更大的想象的一种空间。 Reading about a truth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important, it's beneficial. 那么我们知道去读这样相关的真理是有益的。 但是如果要说在我们听道的时候,或者说在我们阅读的时候,在我们的大脑中间,我们能够汇出一幅美好的图案或者一个更加真实的图案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样对我们的理解更有帮助。 Our minds process truths and concepts and technicalities, those things are real technical. They process those better while reading and processing the stories and imagining what that actually means in our mind, making a picture of it. And it helps us to do it when we listen to it and we read it all at the same time.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同时又阅读又聆听的时候,我们大脑可以更好的去处理有一些概念啊,技术上面的一些问题。 让我们在这样的聆听和阅读的时候更能够处理好这样的一个事情,对这样的一个事件的理解。 To apply this article to the Bible, this is what I would say.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learn the mean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ible is by listening to the Bible-based preaching as it is preached, and reading the words as they are read. 那么这就是我们我在前面讲到就是说如果要说我们在同时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去同时在听神的道,那么并且来充满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讲道的话,这样对我们是有意义。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替代神的话语。 那么我们的主命定讲道是为了拯救灵魂并教导出祂的话语。 1 Corinthians chapter 1 verse 21 says, For after that the wisdom of God, the world by wisdom knew not God. He said there was a time when everybody knew God, but by their own wisdom they kept thinking, but they could not really picture God in their mind, and therefore they forgot about God. It goes on to say, it pleased God at that time by the foolishness of preaching to save them that believe. 我们知道在哥林读前书的里面就讲,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 那么实际上没有任何事情就可以取代我们在生活中间去宣讲神的话语。 In the Old Testament book of Nehemiah chapter number 8 and verse number 5, it says, And Ezra opened the book in the sight of all the people, for he was above all the people. Let me just stop there. All the people gathered together. They had found the writing of God, the Bible back then, the scrolls that had the word of God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y had found it and the king said, we need our people. Let's recover all the people of Jerusalem together. They were there in a big crowd. And he had Ezra the scribe to be able to stand up there. And he says, it's above the people. It doesn't mean he was that tall. It means he was on a platform so everybody could hear him and see him. So he's on a higher place and they're out there standing around listening and listening to see what he says. And he's going to be reading and having people, other people read with him the Bible,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Bible says right there, right at the end. And when he opened it, when he opened that scroll that had the word of God on it, all the people automatically stood up in reverence to God. 这样的一个圣经的章节的描写就像是这样一个王在所有的人面前把这样的一种画卷打开的时候,所有的民全部都提。 What happens? We read about a couple of verses and we find out what kind of service they had that day. Verse number eight, just a couple of verses down. It says, so they read in the book of the law of God distinctly. They read it very clearly. They read it so that everyone could hear it and know what it said. And gave the sense. They explained it. That's what we do when we preach. We explain the word of God when it's hard to understand. And caused them to understand and cause them to understand the reading. 接下来我们看见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去讲明这样的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 It was read and it was explained. It was applied. 他们是去朗读并且去讲明这样的意思。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absorb the Bible in its own context is to listen to it while you're actually reading it. 那么大多数时候如果要说让我们去学习怎么样去明白圣经的意思的时候,在我们朗读的时候。 When you do that, the speaker sets the pace how fast you read. And your eyes keep up with him and it focuses your mind on the words. 例如说一个讲道的人就相当于他在设定了这样的一种节奏。 而听到的人你的眼睛就盯着神的话语,然后让你来保持专注于神。 So when I mention the scripture, and my brother here, he reads it in Chinese. Look at the words. Just don't listen to what he says. Look at those words. Let those words enter your eye, and the words enter your ear, and together they give you a bigger picture. 这就像牧师在传讲这样圣经的一个章节的时候,如果翻译同时也在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会众在听的时候同时也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这样一个经文的文字之上。 这样的一种结合就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在我们大脑中间形成一个清晰的图画。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如果要很专注地去听这个讲道者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专注,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一个事情。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对别人在传讲的时候保持专注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更加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大声地去把这样圣经的章节浪动出来,让我们来听自己的声音。 那么实际上由于今天的科技的这样一种发展呢,我们聆听上帝的话语,或者说去传讲,或者听这样的道呢,我们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容易的一种东西。 那么我们完全应该把今天的这样一种各种各样的新的技术利用起来,然后去学习圣经,然后看见自己的信心前的增长。 我们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这个更加简单里面有很多的讯息。 各种各样的科技之下 有各种各样的资源提供给我们 我所知道的其中一个就是 比如说圣经的有声版 当我们去听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不管是从电脑上 还是手机上打开这样一种节目的时候 他们是用一种非常缓慢的 有力的声音腔调来给我们朗读圣经 而同时如果我们能够再去 打开我们自己的圣经 同时去阅读这样的一个文字的时候 它是对我们去理解圣经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阅读的时候 我们用眼睛阅读这样的文字 同时在我们聆听的时候 我们用耳朵去听到了这样一种朗读 这样双重的这样的一种加增 让会对我们的理解有更加强大的帮助 那么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所有的讲道中间 我们每一天去听到去传讲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我们所有的信心 一步步增加起来 那么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可以在 使徒行传的六章七节中间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种加增 那么在这样那个章节中间 它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 开始有一点点的加增 然后随后呢 这样的加增每天都在增加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因为传讲者把这样神的话语传讲给会众 而这些会众又把这样的一些神的话呢 就讲给其他属神的子民 因为这样的一种传讲 就在所有的人中间传讲开来 我们看到听到和信道的人就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步骤是一步步而来的 一开始就是说有一些的加增 随至呢 因为这样的传讲开来之后 我们看见这样的数目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量的一个加增 我还记得我原来是上学的时候 他们就教给我 这样一个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 然后二加二等于四 然后我们当我们解决了这些 他们说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不同的 we're going to do it in a different way but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answer one times one is one one times two is two so we're timing now we're not just plusing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都学会这样的简单的加法之后呢 忽然教师就告诉我们 来学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就接触了一乘一等于一乘二等于二 马上就跳到了一个成法的一个计算 那么实际上就对于这样信徒的增加的方式也是 一开始是简单的加法 随之就变成了一种成法一样的这样一种倍增的方式 那么在这个经文的最后也说 有很多的祭司也信从了这道 那么为什么说这些祭司也信从这道 因为这些祭司从小 他们就开始去传讲他们所知道的 关于旧约的许多的事情 但是在今天当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 他们就知道了谁是这一位活神 然后他们就信了 那么我们知道传讲神的话语 必须通过讲道教导和责任来自行 当我们做这些人会明白 然后再生回来 他们会把自己的信心在耶稣基督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知道听见的人才能明白福音 并且重生 并且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 他们就会学习去服从神的话 服从这样的一个信心 那么他们就会开始相信耶稣基督 并且为耶稣基督每日而活 那么每一个人自己的信心呢 每一个人个体的这样信心呢 他的成长也是要从我们听到神的话而开始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呢 那么我们也是要有下一步的这样的计划 就是说我们是会有一些 比如说灵魂拯救的这样的一个事工 然后去把这样的福音传讲给其他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教会下一步的计划 我也希望我们教会的会中之中 每一位都能参与进来 去向其他人来传讲你自己的信心的增长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呢 我们这样的一种信仰就会传散开去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就是说我们在这儿 我们听见并且相信了神的话 那么第四点呢 我们信心会因祷告进食而被加增 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的十九节中间 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 那么在这个事例中间呢 这门徒就到主的面前就说 我们在面对这个被鬼占据了身体的人面前 我们做了所有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祷告 我们试图去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我们学会的东西 去把这个鬼赶走 但是这个鬼就是不走 verse number 20 says this and Jesus said unto them he says Jesus answered why couldn't we do it here's his answer Jesus said unto them because of your unbelief lack of faith not enough faith for verily I say unto you if ye have faith as a grain of mustard seed ye shall say unto the mountain we just talked about that remove from hence to yonder place and it shall remove and nothing shall be impossible unto you 那么在这样那个事件中间 耶稣就说 是因你们的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 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它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now if we stop there then we say well why couldn't they do it don't they have faith yes they have faith they had already done these things before but this time they didn't verse 21 tells them tells a little more information that we need to know also verse 21 says how be it this is Jesus saying this kind goeth not out only out by prayer and fasting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是看见 他们不是没有信心 他们其实也是 凭着他们自己的信心 去做了一切 他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但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21节 耶稣告诉他们 至于这一类的鬼 若不祷告尽食 它就不出来 这是一件不同的事情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相信你们都明白 有一些问题 或者有一些麻烦 会比其他的问题和麻烦更加 那么实际上 主在这里面就解释 向他的门徒解释 其实我们属灵的力量 不够强大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把这样的魔鬼 去赶出来 他在这里面就是说 他建议他的门徒 他告诉他的门徒 必须要禁食 然后去祷告 来面对这样的事情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 fasting这样英文的 这样的解释 它就是说禁食 don't eat fasting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your mind and on your body both 那么这样的一种 不吃东西 或者禁食的这种方式 它会对我们的思想和身体 产生一样一定的效应 it is one of the few physical things we can do that affect the whole person our body our soul that's our intellect the personality we have and all that the knowledge that affects that and also our spirit that which connects with God 那么禁食这样的一种行为 它是在我们的物理的动作中间 我们自己个人能做的 几件事情之一 而这样的一个禁食呢 它会帮助我们的身 魂 灵 都能够 产生一定的影响 fasting is important because sometimes we are too self-centered we're too fleshly so we need to humble our soul has to be humbled before God before we can really let his word his word work in us 那么 from 3513 the psalmist he said this but as for me when they were sick my clothing was sackcloth then he says i humbled my soul with fasting and my prayer returned unto mine own wisdom 那么诗篇35章13节 至于我 当他们有病的时候 我便穿麻衣 进食 刻苦 忌心 我所求的 都归到自己的怀中 the psalmist is saying I had some people that were mocking me they were saying bad things against me but when they got sick I humbled myself and I prayed for them and I prayed for them not just with words I did it with fasting because I wanted God to bless them so that they would understand their wrong way and they would come to the right way 那么在这里面 他诗人所讲的 就是说 实际上是当这些人 他有病的时候 诗人便穿起了 麻衣 进食 然后用这种方式 来告诉他们 来求神 让他们能 回转到神的面前 it's amazing how a few days without food can change our perspective on things 那么实际上 当如果我们 有几天 不吃饭的时候 它是一种 非常奇妙的 一个过程 fasting afflicks excuse me afflicks the body and strengthens the will 那么实际上 进食 能够磨砺 身体 坚固意 Psalm 69 10 says when I wept and chastened my soul with fasting that was my reproach 食品 69 我哭泣 以进食 刻苦我心 这道算为 我的羞辱 fasting exerts it helps our will to overcome the physical restraints that we have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 进食中间 进食 它就会来 克制我们自己的身体 然后让我们 对我们自己的 这样的一种困难 就有一种帮助 it makes our will stronger than our physical desires 那么它会让我们的 这样的一种 意念就更加强大 it weakens our flesh so it does not rule everything 那么实际上 它削弱了 我们的这样的一种 肉体的 a proud heart and the rebellious tendencies -decrease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weakness of the physical being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 血肉中间 我们就会面对 我们身体的弱点 骄傲的心 和叛逆的倾向 就会减少 fasting draws us closer to God 金时呢 是把我们 越来越领 向神的面前 speaking of fasting and praying Isaiah in chapter 58 verses 8 to 9 he gives us an idea what that's all about 那么我们看 以赛亚书58章的 八章九节 我们在讲 这个事情 the red part there you can see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all be rewarded 我们看见这样 红色的字体 比如说耶和华的荣光 必做你的后盾 reward it will be that what protects us 那么就是 他来保护我们 the glory of the lord when we do this God is closer to us because we are weaker 如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上帝就会来保守 in verse number nine the red part says the lord shall answer and shall thou shalt cry and he shall say here I am 那么在第九节 我们就看见 耶和华必应允 你呼求 他必说 我在这里 when we are doing this when we are asking when we are praying with our hearts as much as hard as we can God is listening and he's not far away we say sometimes we wonder where's God at in this problem where's God he hasn't answered and God's saying I'm here I'm right here and you feel his presence you know he's there and you're strengthened with our flesh weakened and our soul humbled our desperate need for God becomes a parent 那么如果这样的 一种进食呢 它就会让我们 自己的肉体的需求 就会减轻 然后就让我们 看见神 在我们的面前的显现 fasting detoxifies us from worldliness putting a spotlight not on us but on God 那么进食呢 就让我们 就是像是解了 这样世俗的 这样一种毒害 然后让我们聚光 在上帝的身上 the fog of confusion the worldly confusion lifts and we see God in his pure light and we see ourselves as we really are 那么当世俗混乱的 这样的一种 迷雾散去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到 上帝 我们看见 我们是谁 上帝是谁 our reliance on him increases and our knowledge of ourselves we see our weaknesses and we know we must trust him 那么当这样的一种 信心增长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们就知道 我们必须要依赖于他 we can say it like this fasting increases our faith and supercharges our prayers 那么当我们承认 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 我们就会对他的 依赖增加之后 进食就会增加 我们的信心 增强我们的祷告 when you are burdened enough to pray and fast you are ready to see God's mighty work 那么当你有这样的一种 负担去增加你的信心的时候 你会看见上帝 在这个面前 believe this your faith my faith our church's faith can and should increase 那么要相信一点 你的信心 我的信心 我们这教会 所有的会众的信心 都是可以增长 imagine how your heart will be comforted your life bettered and your impact on eternity will increase when your faith grows 那想一下 当你的信心增长的时候 你的心 将如何获得安慰 你的生命 将如何地变好 你对永生的影响 将如何地增加 cry out to as the apostles did do it today Lord increase increase our faith increase our faith increase my faith 让我们去像那些使徒一样 让我们今天就对主耶稣去呼求 主啊 求你加添我的信心 put these bible methods these four bible methods to increase faith put them into practice in your own life 那么今天 让我们学习用这种四种 圣经教导我们的方法 来运用在我们的实践中 来加添我们的信心 number one Our faith will be increased by prayer 记住 第一点 我们的信心 会因为我们自己祷告 而加增 number two Our faith will be increased when we understand the power of prayer 第二点 当我们了解信心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 就会被加增 number three Our faith will be increased by hearing the word of God 那么第三点 我们的信心 会因聆听神的话语 而被加增 number four Our faith will be increased by prayer and fasting 那么第四点 我们的信心 会因为祷告进食 而被加增 让我们祷告 Hebony Father we pray that you'll speak to each of our hearts 天父求你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 请你 好像跟我们说话 感动我们 Lord we pray that you will lead us to trust you more 请你引导我们 一来夜 依靠你 Father we pray that we can pray with the apostles we can pray this prayer 我们向你的师父们 我们能够 天安祷告 Lord increase my friend 亲爱的主 亲家政 我得信心 I pray that is the prayer of every person here today in Jesus name we pray 好祝福祉 明语 感谢观看 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